星期天上午啊 我媳妇睡了十点多 还不起床 早点我都热三回了 怎么哄都不起来 快十一点了 有人敲门 谁呀 快递 我媳妇一听着快递 蹭蹭床上坐起来 飞速穿上衣裳 快速跑到客厅 开门看见快递小哥 整个人清醒了 我有这么一种说法吗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出了快递 我媳妇是网购狂人 天天在网上订用快递呀 家里吃的喝的使的用的 什么都网上掉 我媳妇跟快递的关系 就像大宝一样 天天借 我每天 一看见骑三轮的 那些个追风少年呀 我就觉得 他们那三轮车上 一定有我们家东西 前两天嘛 下班 有一送快递的小伙子呀 抱了一摞快匠 跟我一块上楼 我猜准了 有我们家的 我说了我们家的那个 罗层门牌号 和我媳妇的这个手机号 小伙子一听啊 把手里的一摞东西都归你吧 当然是我的 我都走了 昨天呢 我回家 又遇上那小伙子了 手里抱了一摞快递 我跟他说了 我们家还有东西吗 我就直接上楼 小伙子说了 没有 我准奇怪 今天居然没有我们家的快递 人下电梯呀 小伙子 女头跟我说 你们家的太多 下趟集中一块给你们送 我媳妇不光在网上买东西用快递 电话订餐 也是叫快递 昨天嘛 懒得炒菜 打电话呀 给送餐快递呀 让他送一份麻婆豆腐 说好了二十分钟到嘛 等了四十分钟也没来 我媳妇说给快递打电话催催吧 刚要给快递打电话 掏出手机一条来一短信 主人 您要的麻婆豆腐 麻婆害羞 稍等哦 你看那这快递的小孩还真挺可爱 我平时也有快递 我不网购 都是外地朋友啊 过年过节给我寄东西 今年过年嘛 李明宇就回老家 天地了 到家第二天给我打电话 到朋友家聚会 喝了某某品牌的酒 那就不能说品牌了 广告嫌疑啊 某某品牌的酒 发现口感特别好 喝了不上头 他说他已经把那个品牌的酒啊 用快递 给我寄到家了 让我也尝尝好不好喝 第二天呢 人家李明宇给我寄的快递来了 打开盒子一看 一空酒瓶 沾着一字条 就是这个牌子的酒 你去超市买一瓶尝尝 喝了某某 非拿金干嘛 你们就明说好不好 这让我多尴尬 李明过年也给我寄过一快递 你之前呢 发短信 汪哥过年了 寄点小礼 列表存心 礼物算数 多用一年 当千快递啊 就把李明能给我的这个礼品给送来了 隔着包啊 我这么一摸 厚厚一摞 我感觉是只有一万多块啊 高兴啊 这李明啊 真懂事啊 打开一看 一本挂历 因为家里头天天有快递来啊 我媳妇生活习惯都改了 以前呢 她每天晚上后贴面膜 后来改了 改睡觉前贴了 每天晚上嘛 我一快递啊 来敲门 她贴成面膜去开门 把人家快递吓他 快价朝他脸上一摔 一摔都跑 我媳妇那面膜当时裂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送快递的呀 你说就我媳妇那样 长得丑不是她的错 估计吓人就不对了 回头一看物流显示 上面写着 以签收 签收人 难看 看快递不容易啊 每年双十一 光滚节 快递最累 比光滚都惨 忙完了 双十一 忙双十二 双十二 过完了元旦 人旦 货刚送完 情人节又来了 情人节啊 送完了是三八节 三八节又挨着愚人节 都是购物房子节日 尤其情人节 我还跟着快递倒霉呢 我们单位那些女同事 一到情人节 跟我开玩笑 假装我在外边有情人 买各种小礼品送给我 有买情侣杯的 有买情侣表的 有买情侣衫的 有钢链送玫瑰花的 玫瑰花上插着小卡片 写着 我知道你爱我 可是你不说 反正一到情人节这天呢 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给我寄快递 他们随便一买 我可惨了 快递来家一回 我爱一回答 我一回啊 我媳妇差点把我掐去 我一直觉得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NID 方清平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 音频 综艺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 我在这里等你哦